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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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放輕鬆 今天要與大家聊一位 我心目中的超級女神 石原聰美 石原聰美 有著小惡魔 國名腰精之稱的石原聰美 在日本的魅力 一點都不輸給星原結衣 不僅在男性網友票選 如果她結婚 我就罷工中獲得第一名 今年日本女性網友票選 心目中最理想的臉蛋中 更是擊敗蟬聯四年的北川景子 榮登第一名榜座 石原聰美到底擁有何種獨特魅力 不論男女都如此喜愛她呢 其實在出道之初 她可是一點都不起眼 也沒有紅過 直到最近五年 才漸漸成為日本國名女神 而她這15年來 谷底翻身的故事 一定能鼓舞每個追逐夢想的你 現在如此成功的石原聰美 其演藝之路並非一路順遂 出道至今將近15年 卻是在近5年內 才開始漸漸打響名號 石原15歲就出道了 雖然質樸清秀 但在競爭激烈的演藝圈裡 卻顯得毫無特色 即便在2003年 以電影《我的爺爺》中 渾然天成的演出 得到了許多日本電影新人獎項 卻顯少有人對她有印象 從她以前跳舞的鳥漾 就知道當年的她並不怎麼樣 漸漸地她原本的雜誌工作沒了 主持的廣播節目也被停播 甚至被經紀人放了一個月的長假 就在23歲時 石原迎來演藝生涯中的低潮 演藝事業一直沒有起色下 石原聰美離開了日本 遠赴美國 那時她變得迷茫與失落 以為全世界都拋棄了她 完全忽視了她的存在 有段時間她將自己鎖在房間內 不斷地反省 是不是自己哪裡做得不對 精神處於極大的壓力下 時常難過的以淚洗面 她回想 當時正值聖誕節 她和一個才熟識不久的當地朋友 一起去挑節日禮服 那天石原從一千多件衣服中 挑選出了一件紅色大衣 那時她突然領悟到 在日本時 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別人替她選好 無論是演出時的妝容 還是嘴裡唸的台詞 身邊被無數專業人士包圍 她就如一個傀儡 過著被人操縱的人生 雖然這段時間是石原聰美的第一潮 但也是在如此的光景中 她才能靜下心 重新思考並領悟 石原聰美就在這樣的沉澱中 重新慢慢成長 回到日本後 石原聰美開始努力爭取劇本 選擇劇本 不像在過去僅僅聽話照做 終於2012年 在多金社長小資女中 她所飾演開朗可愛的真情 讓人們開始慢慢注意到她 自然的演技 加上陽光不作作的微笑 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改變石原聰美最多 讓她爆紅的關鍵 就是2014年的失戀巧克力職人了 小惡魔的稱號也是從這時確立的 她在劇中周旋於男人之間 擅長玩弄感情的沙蕙子一角 成功詮釋帶有小心機的甜美小惡魔形象 她招牌的迷人後唇妝容 也引發模仿熱潮 沙蕙子迷倒劇中男主角的同時 也引發觀眾高度的討論 人們討論著沙蕙子的模樣 到底是石原聰美真實的個性還是演出來的 幾乎無人能分辨 甚至有人太投入她所飾演的角色 因此討厭起石原聰美來了 但也因此成功的引起大家的討論 而2015年必定是石原聰美最重要的一年 出道十幾年的她在朝五晚九中 再度展現完美演技 細膩的詮釋幹練成熟的英文老師 展現海外生活修煉而來的流利英語 劇中俐落的穿搭也在日本女性間造成一股時尚旋風 2016年底她主演的《教隊女王》獲得諸多好評 劇中穿搭更是引起超高討論 在劇中飾演一名想要成為時尚雜誌編輯 卻誤打誤撞進了教育部的上班族和野月子 儘管《教隊女王》戲已結束 觀眾到現在仍是無法抹去 她那講話速度超快 橫衝直撞 熱情直率的開朗模樣 在2019年的天國餐廳 改編自知名漫畫家 左左目輪子同名漫畫 Heaven 以一家名為努安DC的法式餐廳為舞台 講述了石原飾演的不靠譜老闆 和幾個被她擺弄 個性十足 服務員之間的有趣故事 努安DC法文的意思是遠離這裡 店如其名她遠離車站、鬧區、住宅 又因為這間餐廳坐落於墳墓中間 甚至旁邊就是殯葬社 所以取名為天國餐廳 而石原聰美扮演的老闆娘反明子 開店的目的並不是希望生意興隆 而是為了讓自己能隨時隨地 開心地吃飯喝酒 導致員工們常常抱著 老闆娘太靠不住了 自己不得不振作的心情工作 常常需要收拾反明子留下來的爛攤子 不過也因此促成這一群人 最後成為彼此心靈的羈絆 看到演員們一份的工資 要演雙份的靈魂出竅吐槽 真的覺得特別有趣 石原聰美的演藝生涯並非一路順遂 但她從不親眼放棄 就像教隊女王中和野月子所說的 人生當中沒有什麼是所謂的徒勞無功 就算得不到別人的表揚 也得不到任何的認可 我還是想用盡全力 將能力所及的事情全部做到 或許當年的石原聰美並不起眼 但現在的她不僅用時間證明自己的價值 更是從谷底奮力要上巔峰 一切的努力不是徒勞 現在的成功也不是僥倖 一切的一切都是她所累積的能量 她值得現在的人氣 因為是她努力不懈得來的 這樣的石原聰美 你怎能不喜歡 好了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我是放輕鬆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晚安 你會坐在這裡 我會坐在這裡 拿 wichtige東西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